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健市的民众在推特陆续发文 表示17号下午5点 王健在接到公安机关打来约谈的电话之后 出门就失去了联系 手机也无法接通 相关人士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王健可能已经遭到公安拘提 而背后的原因正是王健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 反对美国发动服帽战的游行示威 王健近年来深受民主意识的影响 积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 也因为如此而遭到中国当局的注意和打压 王健在过去就曾经数度被关押 包括三年前六四天安门纪念前夕 他在推特上表明要游行纪念天安门活动 当时因为这样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如今更离奇失踪 王健俨然成为中国当局的眼中钉 新闻时事报段有如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